金山岛之争第一回合开启 五战对抗 玄武伯爵斧金木兰对战近海伯爵斧唐岩 此时木兰身后坐席上仅有自家寥寥无几的人 唯一一个外人便是金氏家族殷亲苏建廷 而唐岩身后坐席上则是坐满了人 不是为了支持近海伯爵斧 而是为了表明自己支持新政服从国军的立场 而总督祝荣太守张冲等人则坐在中间 表面看似中立实则还是站在国军一方 张静几人更是认定金木兰和唐岩在剑术造诣上相差太多 此战毫无悬念的结果就是秒杀金木兰 而场上木兰因姿萨爽的气质和美貌也引起了场外观众的议论 大家无不惋惜如此美人在金氏负面后该何去何从 可身后的浪言内心却对此毫无波澜 而后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诡异表情 木兰别紧张 让这些垃圾们好好见识你的实力吧 伴随着战鼓敲响 场上战斗正式开始 木兰作为舞者率先向唐岩行舞者之礼 而一向比武从不看对手的唐岩也因此看向了木兰 好漂亮的女人 一瞬间对女人从没兴趣的她竟也被惊艳到 可下一秒她便调整好心态摆出进攻姿势 她会按父亲交代 一笔头发丝还小的伤口来废掉金木兰的武功的 随后举起玄铁重剑施展出天外流星剑法猛的朝木兰袭去 台下的唐岩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因为唐岩的这一剑14年来从未败过 每一次出剑都是巅峰 在她看来她这个武士哥哥的剑法是天下无敌的也是无解 而今世此战金木兰死定了 然而此时木兰淡定自如地举起了一把木剑 张冲剑撞一惊 为何金木兰会用木剑 只见木兰眼神犀利直直盯着唐岩 突然她举剑便朝唐岩迎去 没错她找到天外流星剑法的封颜了 紧接着木剑轻而易举穿过了天外流星的漩涡磁场 竟直击唐岩胸口 奇迹发生了 唐岩瞬间被击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了地上 木剑虽不会伤及性命但也是秒杀呀 顿时场面鸭雀无声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唐岩竟然被秒杀了 众人仿佛做梦一般 随着手中茶杯掉落碎裂 唐伦脸色发青浑身颤抖 这怎么可能 他的儿子可是这样无辜胜的存在呀 半赏之后场外的众人也沸腾起来 难以置信 无敌的唐岩居然被金木兰的一支木剑打败了 而此刻的唐岩也一脸难以置信地躺在地上 木兰走到他身边 他本可趁此一剑将唐岩杀之 但看到他的眼神后边放弃 因为唐岩的眼神有那一瞬间 让他想到了金木葱和大神 这样的人以后未必会是敌人 而且自己能赢眼多亏的自己那个足智多谋的夫君 想到这里他便不由地朝沈浪望去 然而映入眼帘的居然是沈浪和张春华在眉来眼区 这一瞬间木兰炸 渣男 居然在关键时刻还在勾引别的女人 然而这次沈浪还真不是故意的 二十秒前正专心致志看木兰比赛的浪爷 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火辣的目光在盯着自己 顺着直觉望去 居然真是张春华向自己暗送秋波 只见他突然撅起嘴虫隔空向浪爷来了一记飞吻 而也就是这一吻让浪爷分了神 卧槽 这小浪蹄子居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勾引自己 与此同时渣男感应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一阵恶寒 大事不好 当他看向场上怒气冲天的木兰 沈浪顿时哈毛竖了起来 眼见木兰就要黑化 为了保命浪爷赶紧起身鼓掌 大声为自己养子喝彩诸威 而沈浪这么一鼓掌瞬间也把唐伦唤醒了过来 至此他还是很难相信唐颜被木兰打败 要知道这些年唐颜的实力大家可是有目共睹的 前来挑战唐颜的也有几百人可也都被秒杀了 可在今日这金山岛之中地上的第一战他居然输了 难道是自己儿子也被金木兰吸引而放水了吗 一旁的唐颜见父亲脸色很不好赶忙起身安慰 毕竟此次是三局两胜制 只输了第一战不算什么 剩余两战必然会赢得毫无悬念的 唐伦听了唐颜的话也稍稍安下了心 但他还是不明白唐颜会什么会输 另一边的张冲虽然料到沈浪有后手 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料到金木兰会将唐颜打败 难怪这小子能如此从容不破 还能与春华眉来眼去丝毫没有悲观绝望的感觉 大事不妙 接下来的两场看来是要出大事 而今天木兰却秒杀了连自己都打不过的唐颜 可恶 你今世如不复灭 我还怎么以救世主身份出现在你金木兰面前 凡是我看上的女人都必须是我呢 我绝不允许沈浪这个小白脸得当你 而面对这个结果 其实最应该欢喜的应该是玄武国 他的确很高兴 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 就好像这一切赢的是理所应当一样 想到战前沈浪不下百遍的对自己说金山岛之争自家比赢 难道自己真的被女婿给洗脑了 与此同时还在地上躺着的唐颜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输了 然而他并没有沮丧反而无比的兴奋 整整14年他一直在寻找一个能秒杀他的对手 而今天终于遇到了 想到自己不久前问师父自己何时能再练别的剑法 而师父却让他等到遇到一个能打败自己的人之后再考虑别的剑法 只见唐颜缓缓坐起身 然后压抑不住的开心笑出了声 他终于被打败了 众人见状也纷纷议论着唐颜怕不是个傻子吧 难道之前的成就都是别人故意数呢 就在众人议论时唐颜静不管不顾地走出了赛场 而神浪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也不免感叹 看来一代宗师就要崛起 而接下来便是由三位至高无上的裁决者陈慈了 只见宁起在询问过所选以及变消的意见后便起身走上前宣布节舞 青山岛之争第一站结束选武伯爵斧活胜 而接下来二位请为明日的第二站和第三站做好准备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